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课程 第六阶段的第二节课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我们开始跟大家介绍神经网络算法 Mirror Network 也就是我们利用了一节比较长的课 大概一小时的课程给大家介绍了 神经网络算法理论上的所有的工作原理 以及我们介绍了这个backpropagation的算法 好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大家还记得上节课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怎么样是一个神经网络 它的概念和定义 它的结构 以及呢我们如何通过backpropagation的算法 来进行神经网络的训练 我们给大家介绍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向前更新的一个过程 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更新这个weight 权重以及bias 就是这个偏向 那么在每一次向前的过程中 到了这个输出层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想返回的过程 在返回的过程中呢 我们有一系列的公式来更新这个weight和bias 权重和偏向 好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开始介绍 在了解了这个基础理论之后 我们如何 在 程序中用python 来实现 自己实现一个神经网络算法 好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还提过一个比较重要的方程 就是在我们进行正向更新的过程中 我们说到 首先第一步 大家还记得我们是用最开始数据 作为这个input layer 也就是输入层 结合我们开始初时化 随机初时化的这些weight权重 来更新下一层 但更新的过程中我有两步 我们谈到两步 第一步就是说 我们根据每一个输入层 原始的这个x的值 以及他们所对应的这个权重 相乘并且求和 但是第二步 大家记得 我们在这个求和加上这个bias 也就是偏向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步 就是求和之后 我们还有一步叫 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非线性转化方程的过程 我们当时给大家说 这个方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1除以1加上1的 负i这次方 那么 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说 非线性转化方程 它具体有哪些方程 它其实是一个族类 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方程 也就是说 通常我们有一个名词 叫做sigmoid function 这个sigmoid function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sigmoid的函数 它指的是 任何一个s曲线的函数 满足一定的性质 它就可以做来 用来作为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作为我们上一步讲的这个 非线性转化的这个过程 也就是这个f function 好 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sigmoid的函数呢 这个sigmoid的函数 它通常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我们用哪些方程可以来模拟它呢 其中我们要谈到两个方程 一个叫做双区函数 还有一个叫做逻辑函数 上面一个叫can function 底下一个叫logistic function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sigmoid函数 也就是说s曲线函数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 我们想象一个间断的方程 也就是说我们假设有一个y值 需要它的值域在0和1 这两个值之间 那么我们可能可以想象 在某个点后 我们是一条等于1的直线 比如在x大于0的时候 我们让y等于1 在x小于0的时候 我们让y等于0 这是一个step function 也就是间断的函数 但是我们通常在分类的时候呢 需要把它来进行一个离散化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它 变成一个连续的函数 连续化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平滑的曲线 来模拟01之间的这个转变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step function 一个分离的函数 所以呢这就诞生了一个叫sigmoid function sigmoid function 大家看到它的表现是 它的形状是大概一个s型 然后呢 它的x取值范围在负雄到正乌雄之间 然后呢这个函数呢 它是在x等于0.5的时候 在这个x等于0的时候呢 y刚好等于0.5 所以在x等于趋近于无穷小的时候呢 这个y值 这个y值呢 是趋向于0的 然后呢当x趋向于无尽大的时候呢 这个y值是趋向于1的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在y值在01之间 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这个函数是我们用神经网络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函数性质 用它进行一个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非线性关系的模拟 并且我们把它叫做sigmoid函数 我们广义上sigmoid函数呢 其实可以是很多类 只要满足这样一个性质 就是它的0一之间 并且是一个s型 渐变的这样一个曲线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通常情况下 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方程来作为这个sigmoid function sigmoid函数呢 有两种我们常有的方程 或者叫函数 第一种函数我们叫做双区函数 第二种函数叫做逻辑函数 那什么是双区函数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双区函数 是这样的 我们通常用这个 跟这个三角 我们之前学的这个三角函数 有类似的地方 这个双区函数是一类常见的三角函数 类似的函数 最基本的双区函数 就是双区正弦 叫这个sin h 还有cos h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是一个 tangely h这样一个函数 那它的表达式是什么样 让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面其实跟三角函数关系很像 我们之前学过这个tangent 等于这个sin除以cos 那么同样的这个双区函数中 也是sin h 等于这个tangent h 等于sin h除以cos h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tangent h 这个函数 它的表达式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看到 sin x h 比x为变量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就是e的x四次方 减去e的负x四次方 除以2 然后cos h 它的这个定义是 e的x四次方 加上e的负x四次方 除以2 那么两个相除呢 我们就得到 跟你说2和2抵消了 我们就得到这个分子 是e的x四次方 减去e的负x四次方 然后分母呢 是e的x四次方 加e的负x四次方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tangent h的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图像是什么样子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作为这个图 我们看到 这条蓝线 其实就是tangent h函数 双区函数 那么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 这个sigmore的函数 它所要具备的性质 也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我们看到 是一条平滑的曲线 并且它的y的值欲 在这种情况下 是在负义和正义之间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交点的00的处 有一个交点 所以它满足这个sigmore的函数 这样一个性质 这样这个函数叫做双区函数 好 下来第二种函数 我们常用的 叫做逻辑函数 logistic funct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是另外一类 也是满足我们之前所说的 这个s型函数的一个方程 一个函数 我们看到 它的这个定义呢 是pt等于1除以1加上1的负t字方 这样呢 我们的函数的图像 就是这样的样子 它是一个标准的s型函数 好 所以我们通常在神经网络系统中 所用到的这个sigmore 也就是这个非线性转化呢 通常就是这两个函数之一 要么我们用这个tangent h 双区函数 或者我们用logistic function 逻辑函数来表示 那么大家介绍了这两个函数 它的性质和这个图像 以及它的表达式之后呢 我们因为我们需要求这个导数 来作为权重更新式计算 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 它们的导数分别是什么样子 作为这个双区函数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求导以后是什么样子 我们直接在看一下结果 因为我们在代码的时候 在会实现这个函数要求它的导数 所以我们可以看它的性质啊 在这里 我们看到 关于这个 正切双区函数 它的导数呢 其实就等于1减去它的平方 这是它的一个导数 那什么样是 我们再回到这个逻辑函数 它的这个logistic function 它的导数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看一下啊 它的导数其实就是 一个 在这里快速的来搜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它的导数 其实呢 它的导数就等于 比如说fx 它是一个logistic function 我们对x求导之后呢 就相当于fx 乘以1减去fx 它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性质 所以我们现在记住 就是说这个双区函数 逻辑函数 它们之间的 它们的一阶导数 分别是一个什么样 对于双区函数来说 它的导数是 1减去它本身的平方 对于这个logistic function 逻辑函数呢 就是它的导数是 它本身fx 乘以1减去fx 好 这是一些前提 必要值得啊 我们掌握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跟大家 一块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利用python 作为编程语言的工具 来自己实现一个神经网络算法 这个神经网络算法 听起来有点点复杂 但是实际上 我们如果把它的每一步原理 搞得很清楚呢 其实我们用python实现起来 也不是太复杂的一件事情 我们大概用五六十行代码 就可以来实现 这个一个简单的版本的 这个神经网络算法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利用python 来实现这个神经网络算法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python的代码 来实现我们了解这个原理之后 如何来实现这个神经网络算法 好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numpy 我们之前也用过这个 在我们学习这个python里面 这个包sklearn里面 我们当时之前给大家讲 一些例子中 用到这个numpy numpy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numpy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python语言 为了给大家提供方便的 基于这个matrix 也就是矩阵的一个科学计算 提供的一个库 也就是说 根据这个numpy 我们可以进行各种各样方便的 基于这个matrix 基于矩阵的一些运算 好 这里面我们矩阵用的非常普遍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numpy这个库导入进来 我们就这个 在这个头文章写这个import 导入这个numpy 因为简单期间 我们后面不想每一遍都打入这个numpy 这么五个字母 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np是吧 就是numpy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 我们来怎么实现这个神经网络算法 首先我们定义几个函数 也就是刚才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这两个函数 其实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双曲线函数 这个time function 那么因为我们python提供了这个方便的这个科学计算的numpy这个库 所以呢 这个库里面呢 它就有现成的一些function 我们不需要再自己去完全定义它本身了 因为我们在这个numpy库已经方便过 我们就实现好了这些function的定义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运用它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第一 我们定义一个函数叫做tan function 是吧 然后呢 我们传入了这个参数叫做x 我们返回的一个值呢 其实就是我们利用这个科学计算numpy这个库 然后呢 它在它这个库里面有一个实现好的函数 就叫做tanh 这个双曲函数 所以呢 我们直接调用它 然后我们把变量传进去 所以我们定义一个简单的这个双曲函数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因为后面的计算中 在关于这个更新权重的时候 也就是更新这个weight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到它的导数 也就是这个双曲函数的导数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直接把它导数的定义 也当做一个function来定义进去 好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定义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这个tan derivative 也就是它的导数的意思 然后我们传入一个变量 一个参数叫做x 好 那我们返回什么呢 我们刚才还记得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函数的性质 就是说它的导数就等于1减去这个它本身这个函数乘以它 就是它的平方 好 那就是说我们定义了两个function 一个是这个tan function 一个是它的导数 一阶导数的这个function 好 但我们还记得我们除了这个 关于这个sigmoid function 这种s型函数的话 除了其中一种可能性 我们用到这个tan function 我们刚才还记得了一种标准的s型函数 叫做逻辑函数 也就是logistic function 那么logistic function呢 我们同样的话就定义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传入一个参数x 那么我们就返回什么呢 返回这个1除1 就是分子是1对吧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函数的表达式 就是分子是1 分母是1加上e的自然底数 e的负x之方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也定义一下这个logistic function 好 那关于logistic function呢 我们也还记得刚才我们看到 它有一个性质 就是说我们如果对它求导的话呢 我们得到一个 把它如果本身叫做fx的话 我们对它求导 我们就得到一个logistic function 就是x fx乘以括号e减去fx 好 那么通过这四个定义呢 我们就定义好了 我们最后需要进行 这个关于weight 也就是权重更新的时候 所需要用到的四个函数 其实是两个函数 和它们对应的这个导数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定义了这四个方程之后 我们如何来定义这个mure network 所以这我们用到一个这个面向对象的一个编程的这样一个技巧 因为之前我们在这个python的基础课程里面给大家介绍过一节课 就是python也是一个完全支持面向对象的语言 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定义一个对象呢 我们首先用关键字class 也就是定义一个类是吧 然后这个类名呢 我们就给大家提一个名 我们现在想定义一个类 这个类表示的是一个神经网络 也就是一个neural network 所以我们把它类名叫做neural network 好 那么首先呢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介绍过这个 两个下划线 后面加一个inmate 加两个下划线 这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就是构造函数的意思 也就是说当我们创建一个对象 当我们实力化一个对象 根据这个类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调用这个 默认的调用这样一个构造函数 对吧 所以我们用这样一个关键字 好 那我们传入了几个参数 这个self是什么意思呢 跟大家再解释一下 这个self的意思就是说 相当于我们指引本身当前这个类的一个指针 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展外面这个this 就是这个self 则就是当前我定义的这个类 这个neural network这个类 好 那我们定义 有这个参数有一个self 然后呢 还有一个layers 这个layers是我们给它复制什么样的意义呢 它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python里面的list 它里面包含了几个数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神经网络有几层 比如说我们三层 我们第一层有十个单元神经 第二层有十个神经 第三层有两个神经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list 这个layer 它的值就是十二二 也就是说它指的就是说 我们每层里面有多少个 这个神经元 这样就是我们layers的一个含义啊 当时我们传进去的就是一个 几个数字对应的就是几层 然后每个数字的值就对应的这层 我们有多少个神经元 当然我们最少起码得有两层 对吧 这样是最简单的神经网络的话 我们有一个输入层 输出层和一个隐藏层 所以通常呢 如果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神经网络的话 那我们有三 其中有三个值 一个输入层不算作 我们数的话不算作一层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输入层 隐藏层和输出层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是有算作两层的一个神经网络 那么它的值就是一个三层的一个神经网络 然后我们有三个值 每个值指当前当层有多少个神经元 好 那么下面第三个参数呢 我们叫activation 也就是说我们指定一个模式 就是说用户在调用这个神经网络的时候 他可以选取我们到底是用这个之前介绍的 这个双曲线函数 这个time function呢 还是要使用这个logistic function 他们两个各有各的特性 所以这里我们等于说给用户一个选择 如果用户指明用哪个 我们就在实现中调用哪一个函数 好 我们这里有一个默认值 就是python里面有一个特殊语法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填入这个tan 也就是说当用户不指明这个activation的时候呢 不传入这个参数的时候 我们就默认我们使用的就是这个tan function 就是这个双曲线函数 如果用户想使用另外一个 也就是这个logistic function的话 他会他必须要指明这个activation 等于这个logistic 好的 那这就是三个参数的一个意义 现在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我们定义这个neural network 这个类里面是怎么来实现 它里面的各个函数的 好 首先我们要设立一个条件啊 因为我们之前说了我们这个参数 是为了让用户选择 双曲线和函数和这个逻辑函数中使用哪一个 所以呢我们当然就要根据条件说用户传入的参数 如果是这个logistic 也就是说用户如果想使用logistic function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当前的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定义为logistic 对吧 这个好理解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那如果用户传进来的这个方 他指明要通过传进一个字路串 指明要使用这个logistic function 也就是逻辑函数的话 那我们就把当前的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让它复制以等于这个logistic 也就是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logistic function 然后呢 他对应的这个导数的函数呢 就是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logistic function的derivative 就这个函数 好 那同样的道理 假设用户想使用这个双曲线函数的话 那对应的 就是说如果传进来的这个值 是一个这个string 也就是这个字符串 它是一个tahn 是一个tahn的话呢 我们就使用我们之前定义好的一个tahn function 就是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双曲线函数 这里的tahn function 以及我们使用的这个derivative呢 就是我们要以之前定义好的这个tahn function 双曲线函数的倒数 derivative 好 这是一个关于我们activation function的一个选择 根据条件 下面呢 我们就记得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这个算法原理中呢 我们介绍一个重要的东西 就是一个weight 就是说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什么叫weight呢 就是说 好 我们把这个上解和内容简单放到这儿 跟大家对应的来对照的来看一下 比较容易理解 也就是说 我们还记得在一个神经网络里面 每两个神经元神经单元中有一个连线 这个连线呢 就有一个权重 就是我们计算更新的时候要用的 所以呢 我们这里呢 就等于说 我们要初始化一个weight 也就是说 初始化一个这个list 让它来最后成装里面所有我们要计算的这个weight 好 所以因为我们用的还是当前的这个lay 所以我们还是用self这个关键字 在它上面有一个属性 叫做weight 然后呢 我们初始化为空的一个list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怎么来进行计算 在这个神经网络中 因为我们当时记得 我们其实大概有两步 一个是我们根据输入的这个x 训练集里面的一个一个实力值 我们要把往正向的走 把它每一个单元值更新 之后呢 我们要反向的走一遍 等于说通过反向走的时候 我们把每一个单元格所对应的这个偏向 和每一个线上所对应的这个weight都更新 然后经过经过不断的传入新的实力呢 对这个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好 那么下面其实我们的代码就对应的就是这两步 也就是说第一步 我们通过传入的数据 我们要有一个正向的这样走的过程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反向退回来的过程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刚才讲到这儿了 就是说在我们定义一个这个weight之后 也就是说我们权重是一个空的list之后 那么大家还记得我们当时讲到我们怎么来初始化这个权重呢 因为最开始我们是没有权重的 对吧 大家还记得 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说过 其实初始化权重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是随机的 等于说我们在零和一之间 或者在某两个值之间 随意的 随机的来产生一些权重 weight 在之后我们要根据这些值来开始更新 所以呢 我们看到我们代码中需要就是对 每一层 对吧 这个我们看到fori 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循环的一个index 一个变量 那它这个range呢 python里面range指的就是说 假如说range里面有两个值 0 3 那么我们所取的i就是0 1 2 对吧 好 那这时候我们这个layer指的是 我们还记得刚才我们说了 是一个list 就是说 它表示我们这个layer里面有几个值 就是有几层 那么我们有这个length这个函数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现在有layers等于一个10 13 也就是说第一层有10个神经元 第二层有10个 第三层有3个 那么这个length它的值就是3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得到这个神经网络 一共有几层对吧 因为这个length 然后呢我们除了输出层这一层之外 我们都要给它赋予一个随机来产生的一个weight 也就是它的权重 所以呢我们就等于说 从第一层到我们最后不管有多少层到最后一层减1 我们都要赋予就是这个randomly 也就是随机产生的一些权重 所以呢我们这个循环是从1到这个层数减1 好 那么下面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randomly generate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进行随机来产生呢 就根据我们python里面这个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科学计算 numpy有一个coup 它呢就是要随机的函数 就是random 然后呢 我们看到我们在这里面 其实就是说一层一层加上去 这是一个append function 就是说我们这个weight对吧 它是一个list 那么我们第一次是给第一层的这个第一层所有的这个神经元 加上这个随机产生的这个weight 然后我们再给下一层再给下一层 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这i是对层数进行循环 下面呢我们进行append 也就是说我们一层一层添加 那我们添加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随机函数产生的是吧 因为大家注意啊 这个weight它不是跟你这个神经元相联系 而且是而是根据神经元它两个神经元之间的一个连线 也就是说每一个连线对应一个weight 对应一个这个权重 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我们为什么有两步呢 就是说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对吧 一开始这指的是第二层也其实一定 因为第二层以第二层为基准 我们对于它前面所有的连线进行一个更新 进行一个随机的产生这些权重 对于它之后的也产生 等于说我们是以第二层开始 把它前面的和后面的都进行更新是吧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里这个i对吧 是减一也就是说我们对它前面 它跟之前层的连线这些进行复制 进行随机产生这个 我们这里用的是这个0.25 就是-0.25到0.25之间 然后呢对于它之后的这个连线 我们用下面这个town代码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前面是当前层是di层对吧 我们用i i减一层和i层之间我们进行这个随机的这个复制 然后我们再对i层到i加一层进行 所以我们就把它左右两层这些所有的连线都随机的复了 -0.25到0.25之间的值 好那么这样一个初始化对于这个权重复制的过程我们就完成了 那下一步呢就是我们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说我们算法中如何向前算并且往回进行back propagation的算法 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定义对这个当前的这个类啊 就是neural network 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构造函数是吧 就是一旦我们创建一个neural network的话 我们就需要有这些初始的weight初始的这个权重以及我们选择好的这个sigmoid function sigmoid函数 那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定义一个方法叫做fit 也就是说我们要训练这样一个神经网络来使他不断的能够通过我们传入的实力可以来回的更新这个weight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如何来定义这个fit这个函数啊 这个fit的一个函数呢是这样来定义的 首先我们还是有一个指引当前列的一个指针self 然后呢这个x呢当然指的就是我们的训练集 就是说我们传入的所有数据 这个x呢我们通常把它模拟成一个二维的一个矩阵 也就是说每一行对应一个实例是吧这是继续学习的一个通常惯用的方法 就是说x每一行对应一个实例它有好多个特征值 然后呢有多少行就有多少个实例 然后每一列就说说明是一个维度的特征值对吧 比如说我们有十行有100列那证明我们有10个实例 然后每一个实例有100维的一个特征值对吧 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个习惯 所以x指的是我们的这个数据数据集 这个y呢当然对呢就是我们的class label 也就是说我们所要预测的这个函数最终的目标概念标记 到底是比如说我们要预测下不下雨啊 y就可以变成01是一个二维的一个预测 比如说我们要预测一个数字 它是01234567890 就是十个数中哪个数 那就y就代表从0到9这十个数是吧 就是我们的函数的class label也就是这个分类的标记 好 那么我们还记得上一节课中我们给大家讲到一个概念叫learning rate 也就是这个学习率 大家还记得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learning rate 我们在更新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每次要乘以一个这L 什么叫learning rate 我们给大家讲的当时讲一下 因为我们使用了这种gradient descent 也就是t度的这个算法 每一次我们要有一个相当于一个蜗牛的那个爬的那个脚步 就是我们每次要乘一个学习率 这个比率呢 大的话如果也可能会越过 我们要找到这个极值 小的话可能太慢 所以我们通常给他设一个值是在01之间 在这里我们就设0.2 所以这个learning rate就是之前我们所指的这个L 然后下一个这个这个参数大家可能看起来有点陌生啊 我大家一会给大家解释 这个叫app curse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每次更新一遍这个神经网络 都需要使用一些数据实例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实例都使用的话呢 这样的运算是非常运算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呢有一种方法叫做scotastic gradient descent方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通过采取抽样的方法来更新 也就是说我们不使用这个x里面的所有实例 就不是使用每一行 而是我们抽取其中的某一行 对这个神经网络进行更新 完了以后我们再抽取一个 所以我们用抽样的方法来进行 那么我们每抽取一次样本进行一次来回的更新 这样一次呢 我们就称作叫一座一个app curse 就是说一个循环 我们通过我们预设的一个值 我们我们假设我们想这个神经网络训练的时候 最多是循环这个一万次 那我们就定为一万是吧 这是这样 这是app curse这个参数的意思 当然呢 我们在这里啊 大家再提醒一下 我们实现的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神经网络算法 所以我们并没有严格的按照之前神经网络算法所定义的那个样子 也就是说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有停止条件有好几个条件 就是说权重低于某个预值的时候 或者说错误率低于某个值 或者说预设达到一定的循环次数 我们都可以停止 那这时候呢 我们因为这个是一个简易版的实现 所以呢 我们就只利用第三个这个停止条件 就是说我们只设定一定的循环次数 而我们不利用前两个条件 我们只预设一定的循环次数 当它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停止好这就是我们这个Apkers的意思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下一步具体来怎么训练这个神经网络 好首先呢 我们这个X 我们要就把它的这个数据类型要改成一个Nunpy 因为我们后面所有的运算都使用这个Python里面这个Nunpy 这个科学计算的包 所以呢 它这个有一个属性就是说我们要确认X它的维度是一个最少是一个2D的 就是两维的对吧 因为如果X是一维的话那它不合理 因为我们首先肯定是有很多实例 就是每一行代表一个实例 每一个实例的话 它有一些特征值 所以最少是一个二维的一个数组 所以呢 这X我们是at least 2D 就是我们利用这个Nunpy里面的一个属性来确定它是一个二维的 如果我们假设有一个彩色图片的话 那可能还有一个三维RGB的第三个维度的这个衡量 所以呢 就是说X它至少是一个二维的 好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 一个新的变量叫temp 这是干嘛呢 我们就初始化一个这个Nunpy 这个once指的就是说我们初始化一个矩阵 它都传入两个参数 就是说我们它全是1 这个once 就是我们初始化这个矩阵全是1 那么我们可以设定它的形状是到底要多少行多少列的一个矩阵 那我们现在设定一个行就是跟X是一样的 这个shape这个函数啊 就是因为X本身现在已经是一个Nunpy array是吧 就是这个科学计算包里面这样一个数据类型 是一个矩阵的类型 那么X上面这个点shape 这样这个函数就返回的是两个数就是几乘几 是一个小的list 也就是说假如说这个X本身是一个10乘100的一个矩阵的话呢 那它它点shape返回的就是10100这两个值在一个list里面 所以呢我们取0也就是取其中的前面第一个值 也就是说它的行数 其实这就是取到它的行数 然后呢 当然说 相对应的我们如果取1的话 就是它的列数 所以呢列数加1 就是说我们现在初始化了一个新的temp这样一个变量 它初始化的值全是1这样一个矩阵 那它的行数跟X是一样多的 它的列数比X多一个 这里是因为我们要进行一个初始化对这个bias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偏向进行一个复值 好 那在这个初始化这个temp这个变量之后呢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冒号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取所有的行 然后呢列数呢 我们取什么 这是python里面特殊的用法 就是-1通常指的是倒数第一个 也就是说这时候我们是从第一个最开始这个0是吧 我们就是从0开始数数 就是说0就是第一列一直到除了最后一列 所以我们把这些值把X的值负给它 然后呢 X就等于这个temp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转换的运算呢 来进行一个bias 也就是这个偏向的一个复值 好 这里结束之后呢 我们y就是我们的class label 就是我们的这个分类的标记 那它呢 我们就是说只是需要把数据类型 从我们传进来这个y 本来可能是一个list转化成一个nonpy array 就是说我们用的这个python里面科学计算的这样一个数组的形式 因为我们后面所有的计算都要把它标准统一成这个nonpy array的形式 所以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数据结构的一个转换 数据类型的转换 好 那下面我们就进行了关键的一步 就是说我们还记得我们在两步中 第一步是正向的要更新 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neural network是吧 我们要进行一个正向的更新 从input layer输入层到每一的隐藏层 每一层中的隐藏中的隐藏层中的每一层 再到这个输出层是吧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首先这个这个大循环什么意思呢 这个k在epicase 我们还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这里我们要用的是一个抽样的一个t度的算法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用每一个实例 那么这个就等于说是我们一共每次选一个 随机选一个x的实例 那一共循环多少次呢 就是说我们循环 比如说之前设的是一万次 那我们这个k其实就是说 我们是第几次循环是吧 就是k是从第零次开始 就是零一二三四一直到一万次 就是这个循环其实指的就是 我们从零到这个epicase这么多次循环 好 那每次循环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从这个x这个矩阵里面 抽取一行 作为随机收取一行 是吧 然后让他用他进来 对这个神经网络进行更新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第一行 这行我们说i等于 这什么意思呢 对了 我们就是要随机抽取一行嘛 所以这个 这个randint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零到这个数之间 随机的取一个数 那么x shape0 我们刚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说我们总共这个x有多少行嘛 是吧 就是说我们有多少个实例 比如x一共有十行 有十个实例 那么这一行代码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从零到十中间取一个数 随机的取一个数 是吧 也就是我们随机要取的第几行 这个行数 就是i 好 那么取到这个i之后呢 那我们就x我们取第i行 那么这一行就负给a 所以这个a就等于说是我们随机从x里面抽取了一行实例 用它来进行更新是吧 对对这个神经网络进行更新 就是以它传到这个输入层中 然后对这个神经网络进行更新 好 那我们下面看一下怎么来更新 大家记得 我们首先要正向的更新是吧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这个这一行 就是循环 for l in range 什么意思呢 weights 这个weights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length长度 它多少层呢 它其实这个层数跟我们开始初始化 就等于我们这个神经网络的层数 对吧 也就是说对于每一层我们干嘛呢 我们看到a这是一个append function 就是说我们这个最开始a只是其中x的一行 是吧 它就是一个向量 那么我们不断地给它累积 下一行下一行下一行 算出来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就用之前定义好的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因为大家记得 其实我们第一行初始的时候 这些神经元 它的值就等于我们传入的这个实例 它的值 那么后面我们开始更新的时候 就要用到我们说的两种 两个步骤的运算 第一个步骤就是说 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对每一个神经元的值 和它对应的这个weight 这个连线的这个 这个权重相乘是吧 对应相乘 我们看到这个a对吧 这a就是我们输入层最开始的时候 在l等于这个0的时候 输入层 然后乘以 它是一个内积嘛 就是说对应相乘 然后相加 好 这个selfweight 就是说我们的 存的这个初始化的一个权重 是吧 它的低层 它们两两相乘 然后相加 我们相加之后呢 我们是第一步是吧 就是我们刚才算到一个和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 我们两两相乘 相加 然后这个和之后 我们不是还有一个非线性转化的过程吗 就是一个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里面的这个内积这个过程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和已经算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直接把它作为变量 就是放到这个我们之前定义好的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也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非线性转化的方程之中 那样 这样我们就算出来了下一层 对吧 它的值是多少 所以这就完成了一步的更新 那么这个l这个循环 从最开始到这个多少层 就是weight里面有多少层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正向的所有更新 就是从最开始的输入层到下一 我们append 就是说a它不断的增长 多一层多一层 我们更新 然后就变成了两层三层四层 这样呢 通过这样一个循环 我们就完成了正向的所有的更新 我们就把每一行这个里面的这个神经元的值算出来了 是吧 根据我们初始值和所有我们开始 就是randomly 这个随机定义好的这些weight 好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正向的更新 那我们现在到哪了呢 就到top这层了 是吧 到最上面这个输出层了 那么输出层到这层之后我们要干嘛呢 大家记得我们要算一个arrow 因为这时候我们就要往回走了 是吧 这个arrow怎么算呢 大家还记得这个公式 我们上上节给大家讲了 就是说对于输出层呢 我们这个arrow就等于当层的 我们predict出来 就是说我们根据前面这个正向的这个走一遍之后 算出来的这个单元格的值 和它本身的true label 就是说它实际的标记是多少 是吧 它们都是01之间的一个数 它们之间的一个差 也就是说target label和这个true label 之间的一个差 再乘以前面这样一个函数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这个 这一部代码 arrow其实就是一个差 是吧 这个yi指的就是真实的标记是多少 是吧 是0还是1 那么这个a-1呢 -1我们刚才说到 在python里面指的是最后一个数 是吧 那么a呢 我们已经增长到覆盖这个神经网络的所有层 那我们取最后一层 也就是说最后一层 它的值是多少 也就是我们预测的这个class label class label是多少 然后呢 我们实际的这个标签是多少 它们两相减 就是我们的arrow 是吧 就是我们的这一小部分 那么下面一部呢 就是说这个delta 我们定义一个新的变量 就是我们为了算 更新过的这个误差 那就是说 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算出来这个arrow 是这一公式里面的这一部分 对吧 然后下一部分呢 就是说 我们要根据这个当前 最后一层的这个神经元的值 来进行反向的更新 就是我们之前所算的 这个self activation function 也就是对应的这一部分 我们算出来它的值 然后两个之间相乘 就得到了更新之后的这个arrow 那就是对于输出层 我们就算出来它的误差 好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 可以往回走了 是吧 我们算到这个输出层误差之后 我们就开始往回 算每一层的误差 并且算每一层 它们根据它们的误差 来算每一个这个连线上 它们所更新过之后的这个weight 这个沉重是多少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反向走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循环的这个参数L 它是从哪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A 对吧 A是我们之前所计算的这个 所有神经元 那它一共有多少层呢 我们的length 它就是说 我们最上面的一层 减2 对吧 因为我们不能算第一层 最后一层 所以呢 从这开始 就是说 我们倒着 先要看一共多少层 对吧 减2 因为我们是循环的第0层 所以说 是从最后一层开始 到第0层 每次往回退一个 是吧 这就是我们往回循环的 这样一个函数 好 那下一步是干嘛呢 我们就开始要更 要更新这个weight 是吧 我们要把连线上这些w 全部都要更新 那怎么更新呢 我们根据之前我们学的这个公式 就是 我们对于每一个隐藏层 能从这样一个公式来更新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记得delta 是我们之前 就是令设的一个变量 来储存我们往回更新的时候 也就是backpropagation的时候 它来储存 每一项的 每一层的这个误差是多少 也就是说 有点像我们之前 所说这个a a是用来正向走的 然后这个delta 是来反向走 是吧 好 我们delta呢 不断的append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首先 有一个这个selfactivation function 我们里面所给的就是 我们当前层的值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 从最上面的一层往回开始 每一层的值 用这样一个 它的activation function 来算出来 也就对应的是这一部分 好 我们乘以什么呢 乘以 每一层 它连线的这个weight 以上一层连线的weight 乘以相对应的这个arrow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 这个delta 存的就是更新过之后的这个误差 arrow 乘以它们对应的weight 所以说这一行对应的就是我们更新 这个 隐藏层的这个arrow 这样一个函数 好 在更新过之后呢 那我们append 等于说我们这个l循环 从最后一层到输入层 那我们就把每一层的这个arrow都更新过了 对吧 更新过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它颠倒一下顺序 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往回的来算 所以呢 我们通过靠这个reverse 调用reverse function 我们把这个delta 把它的层数 这个顺序来颠倒过来 就是说 低零变成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变成低零层 好 在颠倒过之后呢 我们就 最后一步需要做的就是说 我们已经知道 新更新过的这个arrow 误差是多少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算这个权重更新是多少 根据这个公式 权重更新就等于这个learning rate 我们开始 预设好的这个学习率 乘以我们误差 再乘以每一层当前的这个单元格的值 就是这个神经网络单元的值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i是吧 在range循环的时候 根据这个weight 就是说 一共有多少层 好 然后首先这个layer 等于我们还是之前的这个h 其实把它只是 转化成这个lumpy array的这种形式 是吧 对于就每一层当前层 就是说 i等于开始是 倒数第二层开始 然后往回 就是说每一层都定义 就当做一个layer 是吧 就把它附到一个新的边量里面 然后呢 我们又定了一个delta 这个delta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这里面对应的这个权重的更新 也就是说这个delta w 我们看到delta w的意思 是怎么来算呢 就是说 我们在delta 在这算的时候 就是当前层 这个我们delta是存的是所有层的这个新更新过之后的误差 那么delta就是说每一层误差 是吧 因为我们这里面在i在循环 没层误差 然后在这两个数定义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更新这个权重了 是吧 我们看好 这是以前的权重 是吧 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个简写 就是说 weight等于weight加上 加等于是吧 然后呢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delta w 也就是说 我们的learning rate 这个l乘以 乘以什么呢 这个误差和单元格值的一个内积 我们看到这里是我们的这个单元格的值 这里是我们的误差 他们的一个内积 是吧 然后再乘以这个learning rate 就是我们要更新的这个weight 然后给他本身加上这个更新值 就得到新的weight 好 这就是我们最核心的部分 我们看到 我们是如何通过正向和反向 把这个神经网络的所有的weight 都更新了一遍 那么下面一步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说 我们定义一个新的函数 叫做predict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通过这么多次循环 我们把神经网络已经训练好了 也就是说 把这个weight已经更新了很多很多遍了 之后 那么我们这个模型训练完之后 如果有一个新的数据进来 一个实例 我们如何来预测 它对应的这个class label 也就是我们的y 这个标签是多少 那么 其实这一步呢 跟我们刚才所训练网络的时候的前半部分 非常非常像 也就是说 我们就是一个正向的更新 因为我们只是要正向的走一遍 来算出它的标记是多少 对吧 其实我们看一下 非常非常像 这一部分代码 我们看一下 x等于numpy array 其实就是我们开始说的这个 是吧 我们传入的这个x 把它 就是先 先定义成这个numpy array 然后这里呢 跟之前一模一样 就是我们的一个 偏向的一个加入 然后之后呢 我们根据 这个 正向的 从第0行 到最后一行 我们来apply 我们来apply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也就是我们进行 对应的weight和这个input layer 就是输入层的对应的成绩相加 然后呢 再根据这个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进行转化到下一层 然后我们一层一层算 这样算出来最后的结果呢 其实就是最上面这一层 output layer 也就是我们输出层的值 我们看到这里呢 有一个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保存每一层的值 因为我们只需要预测最后一层的值 所以我们这儿没有一个append 是吧 我们看一下之前我们这个a 它是有一个append function 它是把每一层的值都需要保留下来 但是我们最后预测的时候 只需要算出来最后的值 所以我们就算出来这个a是多少就是了 这个值呢 其实就是我们最后所predict出来的值 它是这个01之间的一个数 有的时候是在-1到1之间 当然我们要进行一个threshold 就是根据预值来算 因为我们的label如果是一个离散的话 到底是0还是1 就根据 比如说我们以0.5为界限 大于0.5的话就按1算 小于0.5的话就按0算 好 那么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函数呢 我们就完成了定义一个neural network 好 这一节课就先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就给大家讲 如何利用我们定义好的这个neural network 来进行一些解决实际问题 来调用这个函数和这个类 来解决一些实际生活中的问题